所以請問你這個東西是誰 我跟你講你不要以為 你就直接令S等於0帶進去喔 這完全不對喔 這個東西根本就怎麼樣 這是不存在的 這一個傢伙 當SB進0的時候 更號S這個東西是不存在的 極限要算的話 我跟你講其實它要求很多 你在A這個點 你的極限如果要存在的話 我跟你講要滿足三個條件 右極限要存在 左極限也要存在 從右邊靠近跟從左邊靠近 然後要怎麼樣 要殊途同歸 要滿足這麼多條件 我們才能說它的極限存在 這樣懂不懂 就知道我們講什麼 所以我們這堂課教這個很簡單 我們這堂課就教左右極限的概念 OK 好啦 謝謝各位同學 我們這堂課就到這邊 永志謝謝 Thank you